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星期六大家都见到有些朋友在金钟那里 有被人记住身份令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今天我有些软社的朋友 不是 没有说去哪间 他说迟早远社都要爱国 他说迟早在为爱国是肯定 特殊远社都要说哪间 其實都是要整個國安介法好 不是法輪家的好 即是不整個迫報告 又整個特區旗 那要不要投票,要先送公公婆婆去 不去,不是那些軟石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有趣 那些特殊軟石 有沒有需要做這些政治化的東西 那些軟石照顧的人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認為最弱勢的少年 成年都不期 做的事情是 員工,無論他有沒有政治立場 都不會特別認可 即是交局那個社監 但是,有些據他們說 甚至政府派一些人去看 那些人是不是這麼認同呢 總之就做 行禮如儀就做 即是有時候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很難說 你認為做了會好些 但本身軟石資源不夠 那些就反而是甚麼 這個就是香港的問題 即是你問我 可能有人覺得既然甚麼都做不到 起碼做了這些事情 就自我感覺良好 即是於是他會覺得他的位置 各樣的問題會比較穩陣 我真是想說 要做這些事情 社會經濟的反彈就越難 所以現在講這些我覺得都多餘 經濟如果不能夠反彈 經濟如果不能夠反彈 其實終於都要問責 即是老闆 下一個甚麼命令 或者有甚麼政策是一件事 因為政策就有一件事 命令就是要保持香港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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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達不到 就用甚麼糟糕了 告訴你其他事情做成怎樣 而最可笑的就是 即是大家都聽得多 即是 現在個個會回大陸消費 其中這一點都會有在 我真是覺得 喂 你上次昨天我父親節 我和外父外母去荃灣吃飯 很好吃 全溫 中方街一帶其實以前是很旺很旺的 那現在當然沒有以前那麼旺 全港就是這樣 但都未至於是這樣 那 喂 我聽見有些人說齋 我出來吃頓飯 又一分鐘被人抄牌 又這樣那樣又不開心 那船班回大陸消費 都不要說便宜 沒得搞的 好啦 那真的都比較累 今天亦都有嘉賓 第五第六節 這個嘉賓都是大家熟悉的嘉賓 來的 那他上來 我見他上來 不要走 不要走 那跟我們 似中兩個馬佬 裡面有個女兒是會好一點的 嗯 美女 絕對 好 好啦 因為他人都累一點 那我昨天晚上呢 就看了 基本上被靈涵入球的時候 我醒了醒 因為你這樣做 然後我頂不住了 睡了 那今早看見 那今早看見 有人說 那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 又是說 保守 收股機 入球之後就保守一點 保守黨 老實說 你有兩方面看的 我今天看到那一陣的報道呢 包括 坦克格 都說 OK啊 都保持到 對贏 是吧 贏 贏是重要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 我想知道他幾時開始保守 如果你說 最後五分鐘 我就會覺得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 一入球完 至上 對意大利這樣 忍不住 即使下半場左右 一開球去就開始保守 那 你如果只有一球 你就說可以用來隱藏實力 嗯 那我就真的很多人 這個英格難擔憂 上屆決賽 一入球之後 立刻忍保守 保守八十幾分鐘 不是 那你昨天那場呢 倒了 上半場中段已經退保守 那你就是了 不是 如果你入了 我跟你說 不是一球 不用三球 入了兩球 你保守些 靠後些 引他出來 為什麼呢 可以打反擊 明白的 一球從來都不是 嗯 你不繼續 當然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這個 他不是對什麼 啊 因為 其實他實力不差 他實力不差 所以 因為 對巴西都輸二比零 世界盃的時候 是吧 也有我 現在是沙特地亞 麥穩斯哥大隻仔 米伊道路維格 米積道維格 大隻仔 但是你是不是入完球之後 因為一球而已 是吧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還是一個人已經入了筋骨 是沒有得改的呢 還是他從來沒有想過 即是上屆歐洲國家 不如決賽 他有犯什麼錯誤呢 吸收不到經驗呢 真是很令人擔憂 你老實說 你問我呢 我還沒看完 其實 現在有些人說 德國不錯 贏了幾球 西班牙不錯 始終是第一場 就是看下去 是吧 那麼第一場對板 都重要 是 好過第一場已經不對板 是的 那不是他贏過球 是贏過球 為什麼呢 其實英格蘭呢 如果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他不是必然說一定是 即使你說得多厲害 都贏過球 但是 叫做贏過球 今次國際很大熱 是 頂投嗎 是啊 在賣會 美計德國第一場 兩個都4.5會 德國14.75 其實呢 德國我就不看了 為什麼我不看呢 我就不是說他對方不相信 所以是去主辦國 就是那個數據很難破 那麼法國 英國 葡萄牙 荷蘭 荷蘭是比較美的 不過是傳統 就是競類的意思 那麼 荷蘭的人 真是危險的 但是其實你看清楚 波蘭都是這樣 但是 都有機會的 就算現在黑落地下 都不是沒有機會的 他對戰蘇格蘭就搞定 那你是不是搞得怎樣 你不要想著 蘇格蘭那一場 輸到大大鑊 就一定是魚腩 即是波就一場一場 先啟一場 OK 好了 不講波 我們一會兒有機會講波 首先呢 唉 新進華又出來 我真的覺得他現在呢 繼續把口不相信明寸 你特區政府 拉下去 首先我不用我上次講的那樣東西 他是不是想翻煙 但是他現在真的明寸的 但是呢 你又很難拼搏他 因為其實他就很普通地 將我們一般市民 他是前政府高官 財政司司長 他們現在認知多於我們的理論上 但是其實他都是我們一般市民見到的東西 喂 你特區政府 現在這樣的環境 真是一事無成 市越來越差 街越來越靜 聽說 一會兒說 銀行是不是下雨收遮呢 都似乎是 審慎一點 為什麼要下雨收遮呢 那我不做案件不會死的 喂 我怎麼知道你的底在哪裡 三成四成 就算他拿五成六成出來 他都害怕 好了 這些就是惡性循環來的 那你那些人 本來想起上車 哇 銀行不借錢 縱然我自己有實力 或者銀行難借錢 喂 銀行都不看好啊 是不是先看定些 先想想想 這是惡性循環來的 哇 越來越少人去乘啊 那些樓 那你就 銀行不就更加害怕 我怎麼知道底在哪裡 商鋪那些不要說 富貴夢一場 你想想 我們現在最經典就是浪琴錶那個店 是吧 喂 要不要租二百多萬可以租到十二萬多 他都很幸運 有人租到十二萬多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二百多萬一個月 一年收三千萬租 你當現在有四五厘 三千萬租 六千萬 如果五厘 就是十幾億個店 六千萬 就是十厘 五厘 二百五萬 就是三百萬 五厘 十厘 就是十幾億 十一二億 一個店 十一二億 現在收十二萬八 十二萬八 就一百二十八萬一年 一百五十萬一年 當去五厘 六千萬 一個十幾億的店 變得六千萬 就是跌多少 六千萬 就是跌九成 九成幾 是啊 那你還不是富貴充猛 充猛 你去到這樣 這些是真的成了出來 好 好了 跟著外資又是這樣 跟著 又說上個禮拜 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比較少講這些話題 就有人 就是 不知道 人家不做事 又自可 雙手紋賣些 原來你這麼多公司 又去運東西 去俄羅斯 那你說怎麼搞 之前 那你說怎麼搞 好 然後你還自己出來 就是 駁嘴駁舌 我真的不懂 好了 曾俊華說 我去日本玩 是吧 嘩 好開心啊 他說 一個地方似乎 吸引人家去 都是要看他的大環境 和氣氛的 有信心 有信任 有安全感 就可以了 如果什麼都沒有 只是靠煙花魚蛋 這些東西 那絕對不是辦法 喂 他就好冷酸 法舉都不算 香港人的煙花魚蛋 都搞不定 連煙花都做得差 過人 不是 煙花變成煙霧 是 老實說 有多少檔魚蛋好吃 對吧 還要買得這麼貴 通常他們 endorse那些地方 很貴 大家吃魚蛋簡簡單單 到處去我們老友記 說阿威威 就搞定了 陳皮魚蛋 好了 曾俊華去日本 京都旅遊 你都很快去了 你去哪裏 日本哪裏 大阪 大阪 京都 其實真的很難 現在京都唯一一個問題 京都好像想抽什麼 入口水 進口水 那些 聽說 有鬼用嗎 不知道抽2000日圓 我去日本 去京都 難道我差你那一百幾十元嗎 他說 他說當地的食肆生意多多好 街上都見不到吉舖 相信當地的租金便宜有一定關係 他又說 看見招租廣告 一個四百尺左右的住宅單位 月租都是三四千元 在當地人的薪金水平來說 都不算很高 於是大家可動收入就比較多 生活質素比較好 其實我就不特別罵曾俊華了 你做了十年財政司 我們前十區政府的高官 其實過去香港真的飆到這樣 你都不能夠好像不關你的事 我想問曾俊華 你這個年代 租金和樓價飆到多少 不是啊 但是對好些人來說 現在是懷念的 這些人不關你的事 不是啊 對那個以前收開二百多萬租 現在十二萬租去懷念曾俊華 所以有時候去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有責任 不要說什麼 行行 都什麼 喂 你有份的 大哥 好了 他說 見到很多香港人在日本做服務性行業 是不是很多呢 應該有的 因為我早幾年都見到有 他說自己入住的酒店 大院百貨的美食廣場都見到香港人 那去買東西就是吧 他說呢 他說呢 似乎近年有不少香港朋友移民 來這裡闖天下 他說 所以呢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 一個地方能不能夠吸引到別人來呢 就看社會大環境和氣氛 給不給到市民信任信心 安心安全感 是吧 只有煙花魚蛋這些東西 當然不是辦法 老實說 像正所說 要你連這把魚蛋都搞不定 那些混蛋 那些混蛋 他說呢 你問我 問心我就不覺得 身信華真的有什麼 復辟那些這樣的心理 就真是名寸 但是 特區政府 我想你真的要回應一下 這個是有品位的人 有影響力的 是否會令到人家對現在的特區政府 深深震撼呢 但是一方面他又說 正確的批評是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所以 好了 羅冠聰媽媽在東聰的單位被收回 房署就說 因為有人違反租約 所以今年三月就已經發出了千出通知書 六月完成相關程序就收回有關單位 所以 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 似乎以他們看 即我看我 因為沒有跟進的報道 他們在三月呢 應該要通知了 就是羅冠聰家人的了 那到六月三日收回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回覆 跟他們說 法國家裏面呢 給他們清手的有五十五項 包括一個甲慢 有一張爛沙發 似乎羅冠聰家人 就已經不在那裡住了 看他的現實情況 已經不見了人了 已經不見了人了 他們說這些事情 全部會歸房委會所有 當局有權事行處理 或者丟去畫拍賣 或者去設施機構 所以他們應該是有五十 一個家庭就不止得五十五項的 就剩下一個五十五項的東西 是難搬和垃圾 看回羅冠聰本身跟他媽媽 大哥大嫂二哥一起住的 他爸爸跟媽媽離婚之後 就住日東村另外一個單位 那本身是五個人住的 羅冠聰現在是英國 大哥大嫂早前移居到台灣 這裏沒有highlight他媽媽和怡哥 但是看款式似乎 應該是家人已經不在那裡住了 或者可能都離開了香港 所以通知 為什麼呢 三月通知說他們沒有交租 但是三月之前 然後他們沒有回應 三月都沒有 給回租不好的 於是就收屋了 可能是三月之前 你每一個月沒有交租就馬上通知他們 可能在較早的時候 都已經 他的家人不知道 不估計 可能是否已經離開了香港 是吧 但是這些事情 是不是需要特別發短稿出來 就是說羅冠聰他惡修了呢 就是又 都是在營造那樣東西 其實羅冠聰 那他本身有沒有暗衛生 他本身 通俗犯 總之是 但是他有沒有說犯了什麼 好像沒有 那你就收屋了通俗犯 是 收層犯了什麼 好了 那這些夾夾賣賣 我不是說對與不對 各位網友 這個不是我們香港習慣那種 那樣東西來的 香港的習慣是 喂你夠了就抓我 不夠了就放人 是吧 當你的事情 就是超越了 就是我們有些想法 有些人就接受不了 是吧 就不同我們 我們留港建國當然不同 那我明天去拿 回本特區護照 是 是 星期四就拿回本 回鄉卡 是 好緊張 接著我就馬上安排 確實說 不是 近近地 是 回深圳 吃一下 燒蠔 不是 東方中全 吃那些什麼 好涼爽的米粉 炒米粉 素化劑 老司湯的法 正案那些 炒米粉 現在不知道多少碟 街邊當 深圳 因為我對上吃 只是五元 幾元而已 五元 最貴是不是十幾元 現在不知道 街邊當 有沒有網友街邊當米粉 它真的很好吃 下火腿 就是這樣炒米粉 燒蠔又不知道多少錢 三元 哇 我肯定不行了 我吃的時候好像 都是三幾元 三幾元 三幾元 拿了福樂卡 順利福樂 但是很厲害 它那些燒蠔 有些是不知鶴 有些是不知鶴 你那鶴 是呀 將鶴就這樣 丟一些蠔肉 是呀 是呀 十二元 那都不算很貴 十二元都飽的 吃得飽肚的 有日沒有出 不會 不怕 怎麼會有日沒有出 我絕對一點都不怕 是 我簡直是 no fears 我這裏拿 那一頭就上去 還要拍直播 好 為什麼呢 烏煙哥 深圳又 不是呀 老實說 喂 它要搞我的 在香港都行 現在還是以前 是呀 要怎麼特地回去才勾你 嗯 或者都不知道自己歡迎我 他說 你知道我今次有個大信念 我未必做 你知道我講我的話 因為我個人真的太累了 我說要做什麼的環節 真的好久都沒有做到 就是迫到你 威廷不斷跌 不斷跌 不斷跌 我們都研究過一些原因的 但是呢 尤其是很懶的 喂 很簡單的嘛 如果現在上面 我講上面的小分紅 是 是 他做什麼呢 如果他們要介紹 是最 多給別人聽 最 我不知道不是最多 但是 起碼我見到的現象是這樣 就某程度下來香港 旅遊 某程度去踩香港 嗯 於是他上面有些人 你踩嘛 就滿足了 香港都不行了 嗯 未必一定是嘩苦 有些同情都很大 總之 都是滿足到他們 那些很奇怪的心理 我 什麼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是 我希望 介紹回給 我們偉大祖國的同胞 去正正式式 欣賞一下香港 上有的有良的地方 大把大把優點 我覺得一定是能夠 就是 為這個也是我們的責任 來的嘛 喂 香港不是你想到那麼衰的 雖然都是 沒有以前那麼好 啊 那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艱難任務 因為我一時之間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每一時之間 那一定有的 怎麼都有一些的 就是 喂 就是好像 國產007 北海街 不是國產007 說的 那你都不是喔 都不行喔 那你大陸那些大號碼 比你還好 北海街大五元 大陸你猜貴嗎 是吧 就是問題 問題 喂 像國產007 說的那個什麼 文西說的 一條底褲 一件垃圾都有的用處 屬於香港故事 香港一定有好的地方 是 是吧 一定有 大陸人繼續仰望的地方 我覺得一定有的 真的 但是難想的 OK 好了 會不會流連忘反 我想就不會了 會不會吃海底撈呢 買別人的鐵風木山 如果我吃海底撈 香港也有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吧 我又不會 我吃海底撈 我沒試過回大陸吃的 我吃海底撈 我只是在韓國和台灣吃過 是啊 深圳試一下 深圳不會去啦 不會吃海底撈 深圳那麼多美食 什麼時候得來吃海底撈啊 是吧 好了 那 元朗啊 這個都震撼啊 有個實用 647呎的單位 647隻 成交220萬 尺價3400元 3400元 3400元 便宜過深圳樓 元朗哪裏 元朗 當然是舊樓 但是都是便宜 這個元朗安寧路的文有樓 安寧路都比較靜的 但是也兩體 那就靜中大王 文有樓是唐樓 但是實用面積647呎 原生業主呢 就叫三百萬 現在一減 這口價是減了八十萬 這口價是減了八十萬 這個八十萬就很關鍵 即是你以後想買的舊樓的網友朋友 就是看著這二百二十萬來做 你身上的裝修就二百三 再加強一點 再不是為了 你現在正在下跌 好了 你如果 為何這個單位 這麼便宜呢 他在這裡分析 都對的 第一樓零內 拿零夠了 53年 53年的樓是沒有很久的 1971年 其實今時今日 因為現在是2024年 71年的樓 大家想像得到 OK 可能那些人會擔心保養維修 沒有樓梯 而且這條街夠 沒有甚麼景觀 但你如果二百二十萬 在這一刻來算 不要再展望 你又很難會覺得 所以有人成功 因為二百二十萬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說現在你三十多歲 走到樓梯 三四樓 沒有問題的 你收拾好去裝修 其實很舒服 六百多尺 可以住 當然 最重的因素 為何喊得這麼便宜呢 其中一個關鍵 但這裡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他難做 按揭做不到按揭 於是乎買家 或是agent 就是去食業主流 喂 你按揭不到 嗯 拿不借不到錢 真的沒有辦法 你現在就為了這樣 買家 那個心 我不知道 你說如果 他以前買回來幾筆東西 住了幾十年的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買 住了幾十年的 其實他有很多空間 他真是被人空兩空 二百二都要先代住 那便做了這個成交 那為何銀行會 現在這樣傳 下雨收拾呢 其實就不用怎麼傳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銀行看不到底 不知道什麼環境 喂 用不容易 你再越來越多負資產 喂 你的負資產很供的 我都不教你了 你不供的 喂 我拿出去再拍層樓 就是這樣解 現在層樓一千萬 我買了出去 借了七百萬給那個業主 我不要說高程數 我借了六百萬給那個業主 誰知道層樓跌到只有五百萬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底 看不清 看不清 跌了五百萬 喂 你的人走了 我唯有拿你層樓去拍 那 喂 跌到現在層樓都值五百萬 你又有些日價 否則吸引不了別人來 那可能是四百多萬 但你銀行呢 當日是借了七百萬出去 或者六百萬出去 他供了幾條東西 我便要輸 那去到這些時候 銀行 喂 不是 要看清楚一點 一定質素好 所以現在這些舊樓 樓齡來 或和最嚴重的 納米樓 那些納米樓 就真是大嶺浪 但是 這些一開始就好似 所以現在有什麼環境 你怎樣看好 那邊人不喜歡的東西 多角角 是嗎 多角角 都多人會喜歡 或者買來做角角角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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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我二百二萬 是嗎 我一定有很多角角角的嗎 都沒有了 OK 我進完我走走走 好 休息一會 我走動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